卫生继生委今天表示因为多重原因所致 中国目前申请生育单独两孩的人数 确实与预期存在着差距 远远低于预期的数量 那普遍放开二态政策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卫生继生委今天表示 因为多重原因所致 中国目前申请生育单独两孩的人数 确实与预期存在着差距 远远低于预期的数量 那普遍放开二胎政策 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